好,这个事情给判了,就是图片里的这个女孩的这个事情 人民法院报报道 2022年12月20日上午河南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刘青亦、刘德健故意伤害进行一审公开审判 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青亦无起徒刑 拨得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刘德健有期徒刑八点 判令被告人刘青亦、刘德健共同赔偿 附带迷失诉讼原告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119240.08元 经审理查明,齐县苏木乡许国立在板木乡承包土地小麦 通过侯堂村村民被告人刘德健联系 并雇用该村村民刘青亦被告人刘青亦兄弟开收割机收割小麦 2021年6月28日,刘国立因欠刘青亦、刘青亦收卖款而请客吃饭 另邀刘德健及前营村村民叶贵甲、叶贵企和被害人叶红青参加 吃饭饮酒期间,徐国立和刘青亦、刘青亦计算出收卖应收款为1800 刘青亦主动降价100元,叶红青要求再降100元 刘青亦表示同意,因刘青亦找不到收款二维码 由刘青亦拿着刘青亦的手机代为操作收了许国立1600元 叶红青为此嘲笑刘青亦并罚损刘青亦已过世多年的岳父 引起刘青亦不快,刘青亦、刘青亦不快 刘青亦离开包间期间,叶红青与刘青亦发生争吵 叶红青颠皮酒瓶,欲砸刘青亦被许国立组劝 刘青亦、叶红青等人先后离开包间至院内 叶红青高声教养,刘青亦与叶红青发生私打 刘青亦用拳头打叶红青嘴角 叶红青持不锈钢盆砸刘青亦胃果 刘德剑从后方搂住了叶红青的腰 叶红青挣扎后追脸刘青亦之饭店大门外 两人继续用拳头打对方脸头部等部位乱打 刘德剑也用拳头打叶红青脸身上 刘德剑被拉开后 刘青亦将叶红青打抖,致使其头部遭地 并朝叶红青头部猛跺 叶红青从地上爬起来 与刘青亦继续打,被众人拉开 刘青亦、刘德剑、叶红青等人 走到五十米开外的广信加油在西南角 刘德剑叫骂叶红青走向刘德剑 刘德剑朝叶红青身上跺了一脚 叶红青拽刘德剑的腿,两人随即倒地并撕打 被在场人员劝开 前营村村干部叶桂东驾驶电动三轮车 将叶红青送回家 期间,刘青亦之妻无欲 文讯赶到现场 并于二十二时四十一分报警 警察于二十二时五十一分到达加油站时 叶桂申、叶桂起等人离开了现场 刘德剑、刘青亦等人在现场向警察表示 自行解决警察随离开 叶红青到家后 于二十三时拨打电话联系叶桂申、叶桂起 称明天还要找刘青亦的事 二十九日凌晨 叶红青身体出现不斥 其妻离树香与零时二十九分拨打120 后叶红青被送医治疗 二十三十六分叶红青家人报警 七月七日叶红青因重度脑损伤 至中枢神经为主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经抢救无效死亡 令查叶红青因刘青亦、刘德剑 治伤在齐县中医院治疗八日 支出医疗费78211.94元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青亦、刘德剑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治人死亡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 且系共同犯罪 在共同犯罪刘青亦起了主要的作用 系阻犯、刘德剑起次要的作用 系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 令鉴于被害人对案发本案有责任 两被告人当庭均不认罪且未赔偿 被害人亲、亲属、不谅解等情结 谁做出上述判决 判决后附带迷失诉讼 原告人与被告人留青亦是当庭表示上述 被告人刘德剑当庭表示不上诉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当事人 亲属旁听了宣判 这里面呢 这里好像没有出现 就是判了八年 一个判了无期徒刑 一个判了八年 还要赔一百一十万 一十万块钱 这里好像没有出现 叫刘青延 这个人 那么评论 评论关闭了 看看这个评论 判得太轻 那个姑娘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出现 哇 这里面呢就是这样 大家其实还关注了有一个问题 到现在还是没有 没有这个关于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当初举报呢 就为什么惩罚两个 另外一个没有惩罚 在这个里面看来还是惩罚了两个 并没有显示出来 这个女孩子受惩罚的第三个人 再者呢这个女孩子呢 是不停的这个举报这个事 那么她是被神秘的失踪 后来呢又说她因为犯罪 被这个公安机关收审 后来呢又说那个是 叫取保候审 但是她到底是犯了什么罪 到现在也不知道 再者呢有人怀疑这个女孩子 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关于这个女孩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也是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 虽然这个报道这么长 落里八缩的 说了一大堆细节 但是 关于这个女孩子的这个事情 现在还是一无所知 没有 没有 但另外别的东西出来很多 比方说 说这个 里面的这个案发的这个经过呢 是这个女孩子的爸爸 是先打别人 打完人以后呢自己回了家了 然后又说呢这家子 社会好像是 像人要钱 有点敲诈 那个意思 等等等等 就是这种小远文 就变得非常多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焦点不是 这个打人凶手 不只是这焦点在这里 是焦点在 这个 就是公权力方和他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也没有 悄无声息 我们这里 好多的事 就最后都是这样 不了了之